菩萨发心种福田,不分贵贱,要懂得难行能行 所谓的志愿服务工作,就需要我们学菩萨精神,行菩萨道 善用佛法的精神,帮助他人,同时也能带动风气 使人人都能成为以佛法的精神来自立立他的菩萨行者 如果是一个真正有慈悲心的人 不会因为自己,我现在帮助人,我觉得我很快乐 是因为我自己要快乐,所以我去帮助人 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对方,他需要我们去协助 需要我们去服务,去做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虚荣,很快就会打退堂鼓 我常常说一个话,说演戏不会长久 因为戏台上的时间,它是有限的 就好像我们要挤大人,我们要挤有班,挤不久 就是我们要装,我们要装扮自己,不会久 所以如果你真心地用慈悲心去做志工 比较不容易退到 这个就是我们抱持一个很好的观念 也是我们做志工应该要有的 不是因为要回馈我们自己得到短暂的虚荣 那我们去做志工 就好像唱歌一样 你唱一条歌,快乐过了,很快就过 可是你用平常的心去做,它会很长久的 菩萨发心种福田,只有多少没有贵贱 不论工作粗息,只论菩萨发心 只论做与不做,不论高下尊卑 所以能行他人之所难行 能忍他人之所难忍者,就是万恨菩萨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